普世俊自从惊喜宣布加入漫威宇宙后 大家都很是关注他在《惊奇队长2》里的戏份以及演出角色 虽然在《海报》释出后 许多粉丝都被他的长发造型吓到 直呼到底是谁在搞他 但大家都还是超级期待他在《好莱坞》的第一部作品 而电影在昨天上映后 有粉丝马上就冲去电影院朝圣 没想到却超级傻眼 普世俊当时为了《惊奇队长2》 特别跑到《伦敦》拍摄了三个月 结果他在电影中竟然只出现2分47秒 其实过去导演受访时就曾说过 虽然胡旭俊的戏份很短 但是是一个很有冲击力和存在感的重要角色 当时就已经让大家有所心理准备 不过看到他实际出场前连三分钟都不到 粉丝都感到相当无语 纷纷表示连煮一碗泡面的时间都不够 本来以为至少有五分钟 没想到更短了 甚至还有人亏 这个造型其实少出现一点也好啦 为电影先起一波讨论